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万 张万他是华人婚姻家庭心理健康协会副秘書长 张万你好 静贤你好 大家好 这个欢乐 对 欢乐 老人家本来就想比较多 是 现在还有新闻部很多 真的忧郁的casters有增加 絶对增加 增加非常多就对了 像说是大了忧虑 因为他本来就比较小小的 对 他忧虑过头 这个要怎么去观察 一般来说 你如果感觉我们的市长 他本来就比较高超凡 但是他高超凡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晚上也睡不着 所以他的失眠 甚至他跟你说过话 他也不停的一直拿出来说 静贤啊 你家里要洗衣 你要洗手 你幸福有扎酒精吗 你口罩有扎吗 他也不停的给你提醒就对了 说一次还好 说五次 我们是洗了有时就给你 动不掉 但是我们说实在 市长本来就是这样 那你这句话还没在买 他会怎么 他会更均重 所以我们如果要面对我们说市长 针对我们的武汉肺炎 还是说他在烦恼的时候 在这个委义当中 我们就要特别主意就对了 最近就 不要说市长 年轻人也没什么出门 有人说我们也没在家吃饭 谁都没人 尽量要动家 其实这个一直在家里面 这是不是也会增加忧郁啊 会啊 真的 因为你每天都在家里面 其实你跟人家的互动 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 你没人互动 还是你都没在家里 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其实人家真的把我们都会忧郁起来 就对了 像是大人了 你要怎么说 怎么出去 这样会比较多 比较健康 可是他就觉得我要收起来 我动家里看新闻 看过来我觉得动家里最好 但是之前你有发现吗 因为我们的市长 或是说一些烦恼的人 比较高潮烦的人 因为他不敢出门 他在家里可以做什么 看电视 电视里面保证什么 多严重啊 几个人确诊 确诊啊 每天就是所持 所持有可能减少吗 没有 所持每天都是 越来越多 我们这次台湾文庭啊 这次意大利那里 哇 出大事了 对啊 对啊 都整万人了 原本我们是住台湾 我们台湾 因为我们的确诊病例 也越来越少了 例如说我们的 暗心的感觉应该要 越来越高 我们烦恼的部分应该要降低 但是因为我们看电视 我们感觉 韩国 中国 日本 意大利 美国 他的症状病例 越来越多了 说一点比较少了 那跟我们什么关系 其实有距离啦 有那个距离 但是我们就把外人的 烦恼的事情拿来怎么样 把外国的烦恼 拿来我们家自己烦恼 对对 倘宛说的属性 那是同理心太高了 对 同理对方便 我说其实 那是已经流言到那边 他们目前台湾是控制得很好 对 是 那应该比白人没那么吵缓 是 对 如果有时候死亡 就是他们都外面跑跑走 本来家里阿公阿嬤 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欢乐 对 所以我们平时就已经 才会给你太胆 太膳了 对 有的反而就睡不着心 对 真的老人家的忧郁 是普遍的现象吗 是 台湾的忧郁的人口 其实真的很多 但也不是跟他死大而已 对 很多上班族 甚至现在慢慢的 忧郁的人口是越来越 连少年孩子也会忧郁 他怀疗什么 怀疗科技 怀疗不好 怀疗 线上游戏 互动的朋友 做了不太熟悉 对 还是说他 打游戏 打了不太成功 不贏 这样就对 对 跟线上游戏的怀疗 就能带入 潜瓦里面 对 对 因为 就刚才说嘛 因为 备言开始 不管是 之前我们小孩没有 延后开学 小孩在家里做什么 怕电动 对 看电视 看电视 然后怕电动 看电脑 对 就固定都是 你做这些事情 对 那这些部分 我们台湾的媒体 其实很多都是 我们说实在的 就是报导 都是会比较 稍微比较负面一点 对 负面你看这 听这 其实反而就不太熟悉 对 所以 新闻游戏 看过 也是账面的人 我是觉得新闻游戏 广播家听过 音乐家听过 其实你我们的 心理学来说 其实音乐 是对人 是帮助很大 不管是国意 台语 他们都没问题 应该对人的 身心的平衡 帮助很大就对 不过 我刚才说的 是 我想 可能我们的朋友 或是大亲人 开始你觉得 他在了 平时的忧虑 更加忧虑了 对 那如果是自己 本来OKOK的 可能新闻 看几个天 世界都在报这个 我们要自觉 自己好像有 忧郁的倾向 你会觉得 原本进行 由于他 他都有一个迹象 我说实在 并且我是一个 比较外卜的人 我说话也很笑 但是武汉肺炎完 因为我看到新闻 我就开始会欢乐 当我开始欢乐 我的笑容 越来越久 甚至我的脾气 会比较大 因为我在欢乐 我心里会闷闷的 就对 小孩不管是太太 还是小孩 平常是谁 他做同样的工作 做同样的举动 其实我包容度 会怎样 会比较大 但是我心里有事 像我们的心头 里面有一个酒头 摆在那 不小心就会怎样 就会抓狂 所以你觉得 比较易怒 譬如你的情绪 控制料 比较舒适 还是说 你就觉得这样 闷闷的 好像生活 好像怪怪 就对了 还是说你没什么 要出门 所以我总统会说 其实武汉肺炎 我们台湾控制料 很好 处理口罩还是什么 其实住的 其实安全了 不用想说 每天都在家 有什么 口罩给他 挂好洗 回来手洗得好洗 尽全力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烦恼到这样 其实有时候 那个老人家 他本来比较 搞操缓 烦恼 说得负面 对 如果他知道 他其实已经 已经进入 已经进入 几乎是有点心理有病 因为有时候 那条线很难捏 一般我们的分辨 因为 时代好 时代我们的长者 他的生活 他身体的机能 本来就会越来越退化 之前这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阶级人用具 本来的 阶级减减减 也会磨损 所以阶级的 慢慢的退化 其实是正常的 但是 我们人都没这样想 再加上 我们台湾的医学 科技很好 所以我们的 基本的寿命 都一直往后 在延长当中 所以我们这般 一般我们说的 我们这些企业 他自己的健康的比例 他到底是健康的企业 还是 跟他说 不太健康的企业 还是跟他进行 你刚才说的 已经 企业的企业 他大概会有一点点的 比例的一个呈现 如何发现 我们的看法是 譬如说 他的睡眠 他的睡眠的品质 到底 老大人一定 还是企业 应该睡得更早 但是也不能 太早 他的睡眠 是我们的一个 参考的一个指数 有睡好睡 不好睡 是一个指标 对 再来就吃 他三重有正常你吃吗 他原本爱吃的米饭 不然变成都兴趣确确 没有太多的冲动的欲望 食欲要吃的时候 其实这也可以判断 说 一大人因为可能 有忧郁的一些倾向 所以在食欲上面 就会比较差一点 第三点 我们对考量是 人际的互动 原本 比如说我妈妈 或者我爸爸 他就是一个外婆的人 他都跟亲家朋友 家庭头外都会开港 不然这陣子都没想要出门 还是刚才有人也没想要打烤 其实这都是一个迹象 他的社交能力会慢慢有退化的现象 所以那些狗龄力较不好 有人说要老孤独 对 那些都很好 那些也没了 这些也没了 指标蛮多的 但是毕竟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家人 我们有发现 如果他说你看 你做的事很好 你现在都没了 你这人不必要打烤 他怎么会改 还是要用其他的方法 你现在这样说 可能我们的社长对你真的没爽快 不可以这样说 你这样是你指责他就对了 你说他做得不好 你说他孤独 我们实在 孤独要放在心里面 不能说出来 不必是孤独 放在心肝里面 放在心肝里面就好 因为也不是孤独 也不是不好 就是说我们要说 原本你跟家旁边的阿姨 你不是都走走去公圈跳舞吗 这阵子怎么也没去 妈妈可能就会说 之前没有了 因为我这个武汉肺炎 我就感觉危险危险 我就没什么想要去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没关系 没问题 你这样说反而 没说服力 反而我们的看法是说 你看我们这次我们的阿姨部长有宣布 我们目前台湾控制得很好 我们公圈那里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你们去那里跳舞 其实跳舞也不用说我做外的 但我离开的时候 口罩我们拖一下 我们酒精还是什么 我们都噴一下就对了 消毒一下就对了 基本上没问题 你要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 跟他说 他如果说他没了 不然你不要跟阿姨去跳舞 今天我刚刚有办法 没有我们两个来公圈 或是来国秀那里散步 走走好吗 一个具体的行为 同样跟这个士团 有办法跟他带出来了 你带出一次两次的时候 他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对 既然阿姨就去跳舞 他就去跳舞了 来的方问是李昌万 其实昌万他做很多心理辅导 会抗费 你本身也有当生命线 对 我一个人生命线的主心 因为这个生命线 会靠到生命线 望楼有生命线吗 有望楼也有生命线 对 真的最近有点尖尖的迹象 有如果说以生命线的 打来的求救的电话来说 武汉肺炎真的有增加很多 但是下来我们也分析 跟进行线报告就是说 四肢肯定会比较多 但是四肢肯定会比较多 他除了烦恼武汉肺炎 有时他会很高充 他都会说老师 我请教你这肺炎 到底是当时的当时的当时 温生命线的老师就真的说 但我们心态是说 我们要拔杯 真的没法度 这怎么答案 但是我们没法度回答他 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 可能 以莫经来说 我们政府正面的话语 我们政府控制得很好 我们这些医疗的团队 我们台湾的医疗的追准 也都做得很好 这肺炎的 那个致死率 不像你们十几年前 那三十那么严重 所以你看 我刚才说一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先强化 我们台湾的医疗的设备很好 这个武汉肺炎 它的致死率 不像以前的三十 很严重 代表它是较轻 我们政府是有办法来控制就对 他心里会先按一半 按一半来 我们会说 不然 请问 你这次是 譬如说你会更烦恼什么 你是烦恼你自己去用团阅吗 他就会说 不会啦 老师我跟你说 我没有烦恼我团阅 因为我没有吃头脑 我就每天在家就好了 而且我们厚生也很友好 口罩都给我传好就对了 我也没有乱乱走 所以我应该不会去用团阅 我们就感觉说 你就没有团阅吗 你烦恼什么 听起来很赞 很赞 他就说 没有啦 老师我告诉你 我一个孙子很可爱的 他就开始说 孙子很可爱的 也很聪明 他在幽队设置的时候 我怕他去团阅 你怎么跟他一起说 我说 你不用烦恼啦 姐姐 不能叫阿姨 因为叫阿姨他不高兴 要叫姐姐 姐姐我跟你说 不用烦恼 你看你的孙子 他们这么乖这么聪明 人家的孙子的老师 比你更严重 他们是要量耳温 要戴口罩 要消毒 而且他们的小孩 玩的玩具 这次的政府和这些孙子 都控制得很好就对了 你不用烦恼 因为反而 孙子还是幼稚园 比我们家庭更清晰 他就会说 这样说得好像对了 就能把他们烦恼的所在 还拿掉就对了 这样喔 真的这个生命线 他靠去 我们想说 靠着生命线 应该他感觉蛮严重了 要怎么把他消解 所以不能说 还是想当然了 你不用烦恼啦 这种一般我们的公怀 是叫蔡奇亚的辅导 你有觉得人 譬如说我跟之前是好朋友 你就看我 你烦恼什么 我就说 之前我觉得武汉肺炎 可能会 我们台湾也会死很多人 是想你烦恼的时候 我当我说我出这位的时候 之前就跟我说 趁我不用烦恼啦 你太多了 这种对我是完全没帮助的 你叫我不要太多 我可能没太多 因为我就是太多 我才会论述 才会说出来就对了 对对对 有没有听过一个心理师说 他说 跟人说你太多 是最没露用的安慰 就是蔡奇亚的 那叫蔡奇亚的辅导就对了 那没露用就对了 反正我的希望进行你的问我说 不过 你目前觉得武汉肺炎部分 你烦恼是烦恼什么 你是烦恼经济 会造成经济 还是说烦恼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看你身体本来就都 很严重啊 你哪会开始烦恼起来 那我不知道跟进行说出 我实际的原因 譬如说 之前我跟你说 其实我 经济过的我有去检查 我感觉 我有检查到肺癌的初期 所以我会特别烦恼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的免疫系统会较壞 所以我开始烦恼就对了 这样进行你就得到 我真正烦恼的那个点在哪里 来这个 参与的分享 要怎么安慰 与病毒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笼罩之下 虽然台湾现在是算安全 说起来我们应该比别人都更放心 可是毕竟它影响在全世界的经济 所以你不知道说这一个趴 又趴得好歧的回来 又趴回来也不知道 对 而且经济面的影响 对很多年轻人 当然人们也是压力很大 对 所以当我们的朋友在说 我遇到武汉肺炎 我很烦恼的时候 让他们要怎么 安慰也好 让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对 不是用那种 你不要想太多 还是对时代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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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下都要给你打发 对对对对 所以说 这样也不消解 他的烦恼 对对比他要学习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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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我们的心理学里面强调有几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倾听 听 你有感觉我们这次陌生的人 你人跟人的互动当中 我们都很想要怎么 我们都很爱说 我们都不爱听 其实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是很烦恼的人 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怎么 正常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别教我怎么做 因为我的问题我最了解 所以我只是要跟你说 你给我听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说的时候 正常你的手机也要拿到旁边 你不能我拥跟你说 你就在那里叮咚叮咚 你就在那里发LINE 甚至在那里滑手机 你玩游戏 我说实在 我说一说的时候 我感觉你今晚就没听我说 所以我就没想要跟你说 不管是对年轻人 对我们的时代 都要特别注意这点就对了 尤其是时代人 还要特别注意 因为其他人的听力 那些时间有时会比较重 但没有 他在说的过程当中 或许他的表达不清楚 你没有让他回馈 一般我们进行 我们就是说 是我们把手机看得到 对看 我们就说 是哦 原来你烦恼是这样就对了 原来你专心就是这点就对了 你这样说我了解 他在说的过程当中 你要说 我们一般叫做语助词 甚至为我们说电话 你让他对方说 我有你听你说 这点很重要 因为电话嘛 电话也好 还是说面对面 也是同样 面对面 你还要比较特别注意 你不能说 我面对面跟你说话 之前你的头在看旁边 你生其他的手机 其实会让我感觉 你没尽重 你根本就没关心我 时代人本来就会怎样 他会想 他在想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不会想说 因为你没用 他会想说 我们这个学生 他真的 较不友好 我以前 可能对大学较好 对这个学较不好 这个孩子的求分 他内心的小剧场 他会在哭哭演下去 他原本是一个 很小的忧虑而已 演到后面的时候 他会觉得 罪恶感很大就对 这是老人的心态 开灰气 真的会开灰就对 这个唱完公 这个我想到 我们爸爸以前 我跟他说 我兄弟就 对很小的孩子 孩子有常常 他会摸掉掉 我们爸爸就跟他说 你们小时候 我实在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没有时间 给你摸 你看那我们弟弟 一直摸掉掉 是不是因为 我小时候都没什么摸 他现在补偿心理 我想奇怪 你这么不容易 怎么有时间 想到那里去 真的老人家会 会这样 他们内心的剧场 其实比我们少年 还比较厉害 他们很厉害 是不是 有时候我都说笑话 有时候我跟妈妈开工 我说 你是不是 八点档 看太多 那根本 看太多 你都很厉害 明明都不是这样 你都会想到那边去 但是他想的 他会想到那边去 他会想好的 他都尽量想到不好 所以一般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做 华人婚姻家庭协会 我们也非常感谢 台湾有一个叫 西波伦 协会 他也赞助我们这些 经费就对 这些经费拿来做什么呢 我们就找专业的心理师 帮一些有需要做心理智商辅导的人 我们教他如何 如何跟家庭的互动 因为我们感觉 所有的事情都是对家庭里面发生的 譬如说 我们是大医有在烦恼的过程当中 有时我们也不能陷他 怀就对 你跟社长讲话时 讲话声音 讲话意料 消毒 这都其实都要训练的 所以我们也帮很多家庭 因为他们的沟通上面有一些障碍 透过训练 透过团体课程 就可以学起来就对 像说 你说家人的沟通 对 像好心 女孩跟爸爸妈妈 比亲还比亲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还一直学 要如何去跟他讲话 你有感觉 之前你有感觉 有一点 人家说台湾会 经历起身 甚至就说 我们就自己人了 你就是我的爸爸 你就是我的学生 所以我跟你说话 都不修饰 直接想着就 就跳出来 其实我们人 虽然我们是亲人 但是我们也是肉做 也是会受胸就对了 说到重点 有的人 当朋友里面 人气有得好 对 但是好像跟自己家人 沟通就有问题 对对 反差会很大 因为他在社交功能上面 他其实表现得很好 他跟朋友 都互动很好 他是人家认为的好好先生 好好太太 可是会出现一个大问题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会懶得跟家人太多的互动 甚至他那种指导的个性 他就走出来 对 我有听过的朋友 有越像 就想起他说 我们公主外面都很好说话 对 回到家都不要跟我说话 对 就我们太太也是都这样跟我说 就对了 她说 参观你外面 有这么多说话 四处你演讲 跟辅导这么多人 你回到家都不要跟我说话 就对了 因为我把爹地都用不了了 所以慢慢我跟我们太太沟通 其实我可能外面说太多了 我较疼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 你能够够一把爹地给我吗 所以我们这次两个人的默契 就是说我回到家 真的要够够一把爹地 他够够一把爹地 或是说我够够一把爹地 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 有时候不一定要说话 对 爹地喝话 心情较反和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他没说话 我也很喜欢他说 但是说的事情 就不是那么尖锐 对 来 今天的现场好问是李昌腕 昌腕是对于心理资商 这算心情上的疑心 因为一个华人婚姻家庭心理健康协会 副民主长 如果感冒或是 我们就知道我老病主意 我会要注意 可是心情心理的问题 会跟他挑过人过 一般人都这样 台湾人比较这样 自我压抑 我们会花三千块 两千块 去吃一朵 很好的骨牌 吃美食 但是我们不敢花两千块 去找心理医师 就开工一下 还是什么就对了 感谢参观者 这次的好问 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心理 对 好 马上回来 好